从那之后他管控真的越来越严 干嘛了吧 他那会儿还要把我手机都没收掉 你说现在谁不用手机啊 他还要这么对我 真的很不能理解他这种行为 不是 你凭什么没收人手机 他那手机是他前男友给他买的 我看你那手机我就特烦 那你买一支送给他吧 不就完了吗 你没收人手机干嘛呀 是啊 我当时没收了之后 我就立马买了一支新的给他嘛 主要因为我为什么摸他手机 他天天玩那手机 我看那手机我就烦 我就想起他前男友 他是给我买了一个新的 他买了新的之后 他把那个舅舅给我扔了 他扔了之后 根本就不问我的感受 万一里边有很重要的照片 通讯录的 他就不太考虑我的感受的 是 是 是 我真的不理解他这种行为 你前面有给你买的手机 我跟你没收了 我还能给你好好保存着 我恨不得砸了他呢 看了一眼我就给扔了当时 不是 你要这样的话 你就不应该跟这姑娘谈恋爱 就过去就过去嘛 但是我就是现在不想看到了 行 行 还干什么荒唐的事 然后这件事之后 他又开始了 七八天都不再搭理我的 我没不搭理你啊 我不照常天天陪你吃饭 你是接我陪我吃饭 可是这一路上 你都干了点什么呀 他都不带跟我说一句话的 就摁啊 摁啊的 之后就我连我剪个短头发 他都不让 为啥呀 这事当时那样的 就是他认识他前代佑的时候 不是 不是 这事跟那个没关系 好好好 吓我一跳 就当时是我正在吃饭呢 在外面 就是他没事 就突然给我发条微信 他说那个 我想剪个短头发怎么样啊 我说你长头发这么好看 你剪短头发干嘛 我说你没必要剪 我就给他回了一句不行 就没想到 半个小时不到 他直接就顶个短头发 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想 我说你这是故意 曾经给我找对你知道吗 没有 我当时 其实不是要跟他作对 就我当时给他 问了他意见之后 我觉得他不行就不行吧 但是我真的想换一下风格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假的 戴在头上了 假短发 对 然后我当时带他 其实想给他一个小惊喜 结果没有想到 当时那么多人面前 开始骂我 嚷我 然后又当场跟我提分手 至于吗 我就戴了一个假头发 但是之后 他可能也知道这是假的 然后也没那么生气了 但是之后呢 又开始了 七八天又不打理我 我当时生气是因为 他就是 我都跟他说了不行了 那你是谁啊 你说不行就不行了 那最起码 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吧 那我当时就是生气嘛 可是我觉得他有时候 生气的点很莫名其妙